被父母找到的时候 我刚做完法事 看着我身上的道袍 还有手里捏着的符纸 贾千金阴阳怪气 原来姐姐是神棍啊 我上下打量着他 眯着眼睛说道 印堂发黑 大获临头 我这里有平安符可化解 五万一张 一 亲生父母看着这样的我 脸色有些难看 得知我靠这个赚钱 他们更是瞠目结舌 母亲拉着我的手 小棠 你受苦了 我们回家 我看着贾千金 溺了他一眼 他呢 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他顿时渲染玉气 周景棠 书役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别想撼动他的地位 母亲也满脸焦急 小棠 我们养了书役二十年了 不是亲生生死亲生 就不能让他留下来吗 我心里叹息 他印堂发黑 运势一路下滑 周家人不介意 我在意什么 我只是淡淡道 我就问了一句 是否跟我们一起回去 你们就遐想了那么多 不去演戏可惜了 我的讽刺 顿时让他们哑口无言 不过 回去看看也好 我跟师父说了 要回家住的事 他老人家在电话里笑道 这么快 嗯 黑气缠绕 印堂发黑 大胸 我得尽快回去 另外 师父 您帮我 打完电话 我心里有数了 我打小就是个孤儿 被师父捡回去 他教我看风水 做法师赚钱 不然我连学费都交不起 现在回去 不过就是捞点钱 周家可是大户呢 我本来就没想过认亲 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不是亲生的 他们不也认了 我这个亲生的 在他们看来 也只是亲戚罢了 到了地方 母亲指着我 让家里的庸人认清楚 随后对我说 来得匆忙 你暂时住在一楼客房 等楼上的房间收拾好 再搬上去 一楼 是佣人房吗 猝不及防 我问出这句话 母亲沉默了 我笑笑 既然如此 这个家 我也不想回了 本来就会气 还不把我当人看 那我回来干什么 周叔毅再次拦住我 姐姐 我的房间让给你 你别生气 我住一楼 没关系的 周景称怒了 你什么意思 一回来就搅得家宅不宁 我不禁吃笑 我愿意回来 难道不是因为你们的错误 才让我被弄丢的 我三岁流浪街头 跟野狗抢食 鼠酒含天生病 倒在街头 喝下水倒的脏水 挺过来 现在你们说是我的家人 接我回来 让我住佣人房 是我的错 如果不想认我 那就别认了 认回来就这么羞辱我 你们真虚伪 我的一番话 让他们顿时无地自容 母亲当即红了眼眶 小唐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错了 我这就让他们准备房间 我看着周景称冷哼一声 我记得 当初是你把我弄丢的吧 周景称顿时脸色苍白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可我知道 他不会偏袒我 房间收拾好 我顺利入住 环顾一周 这里的环境还不错 可是整个周家运势 都急转下降 刚才我已经都观察了一遍 周家人的脸上都有些黑气 但是罪魁祸首 却是周舒逸 不解决他 周家就没救了 二 咚咚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我还没有来得及起身查看 门就被推开了 周舒逸在门口 手里拿着一瓶牛奶 这回也不装了 一双眼眸凌厉地盯着我 周景棠 回来了就老实点 妈妈爸爸还有哥哥 他们喜欢的都是我 你不过就是个可怜虫罢了 我看着他 双手环抱 脸上四笑非笑 这个模样 让周舒逸禁不住皱着眉头 跟你说话呢 哑巴了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不过就是个小偷罢了 一个小偷跑过来 跟正主叫嚣 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 门言他顿时捏紧了拳头 火冒三丈 你说什么 我怂怂肩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你是个冒牌货 现在我这个正主回来了 你才是那个大难临头的 我冷笑一声 周舒逸印堂发黑 这回功夫 他身上的黑气更盛 相信很快就会被完全吞噬 我也不想跟他废话 示意他离开 周舒逸却突然将牛奶塞到我的手里 而后猛地一推 他自己反倒倒了下去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这时门外传来了一声利和 你疯了 他好心给你送牛奶 你为什么要推人 我瞠目结舌 这种小伎俩也要在我面前玩 有意思吗 周舒逸还假模假样地拉住了他 哥 别怪他 或许姐姐心情不好 我没事的 周景琛将他小心翼翼扶起来 看了看他的手 在看向我时眼眸伶俐 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淡淡地看着他 我牛奶过敏 凭什么要让我道歉 他送牛奶给我 是想让我死吗 我才第一天回家 没有招惹你们任何人 为什么一定要过来提醒我 我以前过的那些不堪的日子 你大小节 金枝玉叶 高高在上 想吃什么喝什么都有 我喝的第一杯牛奶 差点让我送命 还有 用你的猪脑子好好地想想 现在这里是我家 我要喝什么吃什么 轮得到他来送 庸人是摆上吗 还是我跟他好到 可以护送吃喝的地步 周景琛顿时愣住了 而周舒逸也说不出话来 我冷哼一声 以后这种小手段 不要在我面前演 还有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挺讨厌你的 纠占雀巢 甜不知耻 周景琛顿时怒了 不准你这么说 他当时只是个孩子 他现在不是个孩子了 为什么还有脸留下来 周舒逸顿时红了眼睛 你今天晚上最好别出去 小心有血光之灾 尤其是车祸 你这神棍少来 算了不停拉倒 可我还是不想 他那么快就死了 没办法 还是偷偷跟出去 将一张符纸 悄悄塞进他的口袋 看他追出去 我发了白眼 转头吩咐周家庸人 陈嫂上去收拾房间 陈嫂嘟嘟当当抱怨着 这么晚了 不想喝就别喝 好好的又弄脏了 三 我看着他 骂骂咧咧一路抱怨 把这些碎片 全部都收拾起来 心中一动 他抬头对上我的目光 见我一直盯着他 吓了一跳 然后唯唯诺诺道 小姐还有吩咐吗 我有个问题 你的工资是谁发的 啊 是 是周家 哦 既然是周家给了你工资 让你过来干活 如果嫌弃太累 可以不干 有的是人想要进来 陈嫂顿时吓坏了 还想解释 我挥挥手 让他赶紧走 他转身的一刹那 我看清楚了 黑气蔓延 且往外扩散 但是周家其他庸人就没有 看来 这个陈嫂也有问题 我什么话都没说 躺在床上 只听见外面传来的脚步声 隔壁房间细细速速的 还有哭声 就连母亲也出动了 两久之后 我的门再一次被敲响了 这回我倒是不客气了 直接拉开了门 有事吗 门外母亲 还有周景琛都站在那 见我面色不渝 周景琛皱着眉头 周景堂 你的脾气能不能收敛点 书彧他是无辜的 母亲也道 小堂 妈妈知道你心里有火 可是书彧没做错什么 看着他们一个二格 为了周舒逸对我说三道四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周景琛弄丢我的罪魁祸首 你没有资格过来教训我 什么时候你忏悔了 什么时候再来跟我说话 周景琛脸都白了 我撸起袖子让母亲看 瞧见没有 这都是我跟野狗打架的时候 留下来的伤疤 周舒逸找我 看见他一次 我就想到自己以前过的日子 别让他来招惹我 周家我可以认 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认 说完我转身关上了门 早在他们向着周舒逸的时候 我就知道不应该抱有幻想 躺在床上 我给师傅发了信息 得知我在周家的遗切 师傅叹了一口气 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小丫头 不痛快就回来吧 与其在那看他们 在跟你演戏 不如回来 师傅这又给你招了几个师弟 都是一米八的大帅哥 你过来 保证你勒布斯鼠 我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师傅 勒布斯鼠这成语 是这样用的吗 不过你放心 等我捞够了 我肯定回来 师傅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风水师 是个老道士 而我是他的亲传弟子 其实冠里还有其他几个师兄 大伙平时打打闹闹 关系融洽 得知我给周家找回去 他们纷纷要过来看我 都对我按住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得搞清楚 周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深夜 隔壁的房间打开 脚步在我房门停下 两久才离开 我睁开眼睛 心里冷笑 这就坐不住了 就在这时 一道尖锐的铃声 划破了寂静 很快楼下就传来了惊呼声 我被吵得睡不着 下楼以后 就看见母亲神情慌张 你爸出车祸了 快跟我去看看 怎么会 血光之灾 应验在父亲身上 难道我看错了 四 顾不上许多 我和他一起坐车去了医院 到达地方的时候 才发现 伤者居然还有周锦琛 父亲周炳 坐在那里包裹着头 而周锦琛 胳膊上打着绷带 我不由紧紧皱着眉头 看来 我的推断没错 他的确有血光之灾 母亲一脸诧异 你们两个这是怎么回事 周叔一跑过来 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爸 你没事吧 疼不疼 比起他的关怀 我的冷漠还有镇静 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我看着周锦琛伸出手来 从他的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符纸 已经被烧得只剩下灰了 周锦琛顿时吓了一跳 周锦琛你 你咒我 我翻了个白眼 如果不是这张符纸 恐怕现在你都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你别为言耸听 还有我告诉你 别把你的那些东西拿过来 封建迷信 不信 今天晚上你在车上的时候 莫名其妙打了瞌睡 对不对 见我这样说 他顿时睁大了眼睛 我就知道 你别这么看我 你出车祸的时候 我在家里睡觉 妈可以作证 对 阿琛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跟你爸 怎么会撞到一块去了 周锦琛也是一头雾水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开车的时候突然好困 我都要睡着了 突然一个机灵惊醒了 然后就撞了 我又看着我爸 你那边又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开得好好的 他就撞过来了 我看着周炳的脸 见他印堂之中 隐隐有些黑气 但是还有一丝红光 可周舒逸一靠近他 他脸上的红光 就被压制下去了 看来周炳是周家的运势之主 而周舒逸正在影响他的运气 导致整个周家人都受到了影响 此时我深吸一口气 爸 在我回来前 周家是不是莫名其妙 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请你们告诉我 事无巨细 周锦琛 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 吓唬人好不好 你的那些东西都上不得台面 这要是传出去 还以为我们周家 找回了一个神棍女儿 周锦琛不屑 爸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身上下了什么药 要不然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是这样 我笑了出来看着他 你是白痴吗 我在你身上下什么药 就算要下药 我也只会让你迅速死过去 还查不出死因 周炳泽成声道 确实 近一年我们的产品出问题 明明是手拿把掐的 但是临到头来 却总是夭折 之前的项目还死了人 赔了一大笔钱 这之后一直走下坡路 公司十分不顺 就连家里头也是一样 我明白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近几年您老身体 也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 不可能 周锦琛一下子就站了出来维护他 五 自从找回接回书役之后 我们家的生意才慢慢做大的 爸妈还说他是小复兴的 他怎么可能会是罪魁祸首呢 周锦琛 我看是你影响的 周锦琛对着我 早在一年之前 爸妈就开始找寻你了 自从开始找你 我们家就大不如前 我看你才是 我打断了他 要说罪魁祸首哪能比得上你 自从你把我丢了之后 家里头就没好过 三天两头闹意外 甚至老房子还传出闹鬼的传言 对不对 周锦琛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是家运势的一份 你把我给弄丢了 所以家运有了一丝影响 你把我弄丢 那命中缺少一份 肯定是要从别的地方来弥补的 所以你们找了周书役回来 屏替我的位置 也是因为你们早就已经知道 少了一个人运势比不上 对不对 周炳做生意这么大 他绝对信风水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找周书役了 此时听见我这样说 周炳倾可一声 小唐你真的懂风水之书 我师承清城道观 师父号称清云子 你们找我回去的时候 我刚做完法事 我要是有片子神棍 那早就被人打出来了 周书役不信 爸爸妈妈 你们也相信这件事情吗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只不过就是一场意外罢了 至于项目出问题 那也是因为政策发生了变化 细想之下 肯定不像姐姐说的那样 母亲也说 这听起来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今天晚上的事 也只是意外而已 锦琛 一定是你太疲劳了 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无非是担心我被视为异类 到时候连累整个周家 我耸耸肩什么话都没说 好了 就当我没说 不信就算了 我知道现在跟他们说的再多 也没有用 周书役是肯定有问题的 只是这问题出在哪里 我还要多费些心思 在医院里观察之后 确认无误 我们才回去 回到家中之后 看见我低沉着脸 周锦琛欲言又止 快回房间时他才说 你 你有没有福祉 我有 但是得用钱来买 多少钱 一张十万块 周锦琛炸了 你说什么你怎么不去抢 我笑笑 十万块钱救了你的命 你觉得贵吗 跟你大少爷比起来 不过是你一个月的零花钱 到现在为止 我可是一毛钱都没有的 如果不靠这个赚点钱 我吃什么喝什么 一句话买不买 周锦琛深吸一口气 掏出手机来任命转了账 而我塞给他一张平安符之后 提醒他 最近小心远离水火 还有不要去高处 他狐疑地看着我 你到底行不行 行不行的 你不是已经领教过了吗 怎么不相信 不信也行 我把钱退给你就是了 别 我不过就是随口说一句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他拿到平安符 转身就走 我一扭头 就看见周舒逸站在我的身后 他吃笑一声 神棍 骗钱骗到家里来了 六 我一脸无所未逼 是没办法 谁叫我从小过惯了苦日子 一毛钱都没有 想到这里我笑了笑 走上前去拍拍他的脸 周舒逸警惕后退一步 你干什么 他很紧张地看了我一眼 连忙后退一步 转身进房 我打了他钱 算了 没意思 睡到日上三干我才起来 等我下楼的时候 就看见陈嫂跟周舒逸 在厨房里说些什么 周舒逸十分厌烦 甩开了他 跑出来看见我时 不由的一阵 而后阴沉着脸离开了 我就诧异 陈嫂跟她是什么关系 刚刚只是一瞥 我就已经看得出来 陈嫂身上的黑气 和周舒逸身上的缠绕在一起 这两个人 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养女 跟庸人之间的关系 有意思 陈嫂走出来以后 看见我不由的一阵 而后翻了个白眼 好家伙 这老东西还有两副脸孔 刚刚对着周舒逸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看见我居然翻白眼 我才是周家这儿巴精的大小姐 好不好 陈嫂你帮我做点吃的 陈嫂居然给我甩脸子 对不起 过了吃饭时间 周家是有规矩的 是吗 周家的规矩 对 小姐您才回来 不明白 周家的规矩就是 我打断了她 我确实不明白 但是我只知道 周家的规矩对我而言就是屁 要么你现在就帮我做 要么我自己做 回头跟我妈说 把你给炒了 紧跟着便偷偷地靠近她 将一张符纸 悄悄放在她的身上 陈嫂看见我出现的时候 不由得吓了一跳 小姐你 我是看你有没有偷懒呢 下碗面条就行了 等到面条上来时 我一边吸溜着一边问道 周锦琛去了哪里 她跟舒逸小姐约好了 今天一起去爬山 我手一抖 差点掉了筷子 你说什么 陈嫂不以为然 一起去爬山 舒逸小姐跟她关系好着呢 陈嫂还在叙叙叨叨 眼神看着我时充满怨毒 我没搭理她 周锦琛这家伙 不是说过了不要去高处吗 她怎么还去爬山呢 我掏出手机 找到昨晚的转账信息 联系上她 周锦琛发个定位给我 消息传送出去 已读不回 好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我说过的不要去高处 你是想死吗 赶紧给我回来 我一连十几条信息发送过去 可惜周锦琛就是不回 看到这里 我也叹了一口气 两言难劝该死的鬼 你既然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吃完面条以后 我将满意推 这就离开 只是到底不放心 我可不想 自己刚回来家里就死人 周锦琛要是没了 估计有人又要做文章了 于是想了想 我偷偷溜进她的房间 找了一件她穿过的衣服 暗自做法 以物寻人 我不是经常用 这个方法有偏差 大致方位锁定 西南角 挂像指向西南 大胸 气 西南角只有一座山金基山 锁定目标之后 我立刻出发 眼角余光 却看见陈嫂鬼鬼祟祟的 我不由得紧紧皱着眉头 看着她出门 而后深吸一口气 现在没空搭理她 等我回来再收拾 路上我不断拨打 周锦琛的电话 根本无法接通 周锦琛你个冤大头 让你别去你偏去 如果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那也是活该 事不宜迟 扶指应该能够抵挡一阵子 此时刚刚到达山脚下 却远远看见陈嫂的身影 这让我心中不由得一惊 这家伙跟周舒逸 肯定是一伙的 我即刻上前去跟着她 陈嫂的脚步很快 没过一会儿便到了半山腰 天上刚刚下过一场雨 外面晴空万里 但是一进山里却渗得慌 我的手机上 突然发来一条定位 是周锦琛 还有一段语音 救救我 快救救我 我们走不出去了 该死的家伙 遇上鬼打墙了 童子尿可辟邪 童子身杨气重 如此可以拖延一段时间 周锦琛按骂一声 看着那丫头发来的信息 顿时脸上一红 随后深吸一口气 背过身去开始行动 同行的几个小伙伴 见状都问道 周锦琛你在干什么 快点 童子尿避邪的 这样就能走出去了 周舒逸藏在最后 看到这一幕顿时冷笑 哥哥我好怕 一会就不怕了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竟然遇到了鬼打墙 被困在这山里 万一要是出不去 咱们就死定了 周舒逸的眼里 闪过一道金光 脸上黑气更盛 等到大家有样学样 冲破障碍四处看看 顿时傻了眼 这怎么到了悬崖边上 周舒逸却一把 拽住了周锦琛的手 哥 周舒逸你怎么了 其他的几个富二代 健壮也不由得吓了一跳 周舒逸 你该不会被鬼缠身了吧 周舒逸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鬼缠身 你们这些自诩 自命不凡的富二代 享受着家族带来的荣耀 居然看不起我 我知道打小 我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玩 你们总在背后嚼舌根子 指指点点 说我不是周家亲生的孩子 等我完全取代你 成为周家唯一的孩子 那以后就没人看不起我了 周舒逸的这番话 让周锦琛禁不住目瞪口呆 你说什么 舒逸你醒醒 哥哥 今天让你来爬山 就是为了送你一程 周舒逸的话让他顿时震惊了 不知何时 陈嫂也过来了 看到他的时候 周锦琛一脸诧异 陈嫂 我是来助舒逸小姐一臂之力的 只要你们几个的命格 和小姐交换 他以后就是大富大贵的命 几人顿时大惊失色 周锦琛这是你妹妹 你妹妹一个是神棍 一个是妖怪 看样子你们周家 还真的是要找个道士 好好去邪了 什么鬼玩意 我们这么多人 他们两个女的 打起来还不一定呢 周锦琛着急不已 那丫头怎么还不来 爸 陈嫂哈哈大笑 他来不了 他要吃面条 我给他加了点料 现在应该睡得正熟 等我们回去以后 再收拾他 文言 周锦琛顿时勃然大怒 你居然敢对我妹妹下药 妹妹 你不是把他当成扫把星吗 什么时候把他当成是 亲妹妹看待了 周舒逸一脸嘲讽 哥哥竟然对我这么好 牺牲一下也是可以的吧 说着他一挥手 手上的黑气 慢慢地从指尖飘出来 飞向几人 周锦琛一看这架势 顿时怒了 随后不顾一切招呼同伴 不是说要打吗 上啊 性命有关 他的兄妹情 现在所剩无几 更别说周舒逸 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可是手指刚刚触碰到黑气 就僵硬不动 而其他几人更是如此 很快就被会拖动的 四肢动弹不得 周锦琛你快跟你妹 说些好话 舒逸 我们也是自小一起长大的 开个玩笑而已 周舒逸冷笑着 他的眼眸 已经完全被黑气覆盖 等我赶上去的时候 就看见周舒逸 浑身都被黑气缠绕 另外几人也没好到哪去 各自都被掐住了喉咙 动弹不得 看着他们身上 代表着命远的本气 源源不断地 朝着周舒逸飘了过去 我摇摇头 打出了几道符指 截断黑气 啪的一声 周舒逸顿时尖叫起来 后退几步 陈嫂看见我的时候 脸上满是震惊 你不是已经睡下了吗 到周家的每一天都在睡 实在是太累了 陈嫂 没看出来 你这么护肚子 周舒逸跟你 是亲缘关系吧 陈嫂脸色顿时一沉 而周舒逸眼疾手快 直接掐住了周景琛的脖子 你赶上前 我就掐死他 你随便 我双手一摊 反正就下他们就可以了 那几个富二代 被我的符指一打 顿时全都落地 听见我这样说 盲不迭跑过来 站在我的身后 周景琛被掐得脸红脖子粗 气得怒吼 周景棠 我是你哥 我给你的符指 你为何不用 符指 你是说那张没用的东西吗 陈嫂冷笑 我趁他不注意 从衣服里掏出来了 他身上没有什么救命的东西 周景琛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你 我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道灵力 周舒逸 与邪魔外道为伍 你是成不了的 赶紧放人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周舒逸却不肯 换了命格 我就一辈子大富大贵不用愁了 你为什么要回来呢 你的到来 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 我是不会放手的 仅此一次之后 我能彻底成功 我摇摇头 你不知道是哪个邪道士告诉你的 这条路走不通 但是周舒逸的身上 还不止一条人命 如果我不出手 周景琛今日就一定会死 我摇摇头什么话都没说 拿出了符纸来迅速地打了过去 天地玄宗 无道独尊 邪碎 除 突然间一道金光大圣 打在周舒逸的身上 他惨叫一声 松了手 周景琛摔在地上 盲不迭爬到了我的身边 小唐他这是怎么了 就 邪气上身 陈嫂在一旁尖叫起来 我一巴掌甩过去 他被我打在地上 周景琛他们扑上来 将陈嫂按在地上捆了起来 看到陈嫂歇斯底里的骂着 周景琛忍不住狠狠甩了他两巴掌 而周舒逸 此时黑气仍旧盘踞在脸上 我想要动手 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 他不值得我耗费本源来救 我退到一边 拽着他们一起下山 此时警笛声传了过来 周舒逸看着我眼中 闪过一道不屑 你还报警 你以为警察能够管这是吗 警察管不了 可是警察能管你杀人灭口 刚刚那一幕我已经录下来了 全部作为证据 他们都是人证 周景琛连连点头 不过脸上还是闪过一丝不忍 我看着他 富人之人 下一回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他突然间昂起脖子来 谁说的 我肯定不会训私的 我翻了个白眼 警察来时我把视频交出 他们带走了陈嫂和周舒逸 周禀跟母亲一起过来时 还不敢相信 周舒逸居居然想要取而代之 母亲的脸上满是震惊和受伤 怎么会 一定是个误会 对不对 周景琛不高兴 妈 你看看我这脖子 我都快被掐死了 他中了邪 我深吸一口气点点头 确实如此 包括陈嫂也是一样 我想你们如果想要查的话 肯定还会有意外收获 什么意外收获 大概是有关于我走失的真相 周景琛震惊了 你走失难道不是因为我吗 是因为你 但即便如此 那时才三岁的 我一直等在路边 如果不是有人把我抱走了 恐怕你们沿着路回来 还是能找到我的 听闻这话 周家父母顿时惊恶不已 而被抓起来的陈嫂也交代了 当初就是她生了心思 周舒逸是她的女儿 她想换命格 所以在看见 我被周景琛撇下去买东西之后 偷偷地将我抱走扔了 周景琛回来时没找到我 陈嫂趁时将女儿送进来 成了周家小姐 陈嫂在乡下的时候 跟着一个神婆学的两年跳大神 对这些玩意儿有过一些研究 她深信只要换了命格 那就可以彻彻底底地取而代之 此时听见她交代的这些事情 大伙顿时震惊不已 而母亲上去死死掐住了陈嫂 你怎么敢 我们家对你不薄 你害了我女儿 让她从小就受尽了折磨 陈嫂却哈哈大笑起来 凭什么一个丫头骗子生下来 就过上好日子 我的女儿却要忍受那样的穷苦人生 我不甘心 你们也没多爱她 孩子走丢了 你们也没咋找 回来以后也没怎么爱她 现在跟我装什么母慈女笑 陈嫂一番话 让母亲顿时亮枪了两步 她看着我时眼里充满了愧疚 而我早就已经不在乎了 迟来的亲情不要也罢 他们在我眼中不过就是个客户罢了 真相大白 当然警察对于患病这种事情是不信的 但是架不住周景琛和那几个富二代 指正陈嫂跟周舒逸想杀他们 再加上我的视频为证 他们俩都被抓了起来 而此刻我看了一眼 周舒逸脸上黑气更盛 已经完全覆盖了 等到两人判刑下来的时候 我也顺利地从周家捞了一笔好处 那几个富二代也给了不少钱 我将这些全部打给了师傅 让他装点一下咱们的道观 周舒逸入狱之后 我去看了他 他整个人都变了 我还是不忍心 抽出福祉之后 将那团黑气锁住 抽了出来 那股黑气被福祉包围着 渐渐地显出圆形 跟我差不多大 只是脸上满是伤痕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紧紧皱着眉头 眼里冒出血泪来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女孩 15岁就被他们卖了 都是女孩子 为什么你们能过得这么好 我告诉周舒逸 想要什么 自己争取 我微微醋眉 所以你就影响周家运势 想要取而代之 可是你出身不明 也没有任何底气 即便取代周家孩子 也没办法将周家发扬光大 何必呢 他歇斯底里冲了我过来 要钱就好了 妈妈那么喜欢我 都是因为你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摇摇头 也是个可怜的怨灵 我将他超度后 做了法事 周舒逸恢复正常 可是脑袋有些糊涂 整个人变得痴痴呆呆的 被邪气缠身的他 受刺激太大 现在已经没有自我 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下去吧 回到周家 母亲还想要弥补 我直接亮出了收款码 想要弥补 就多给点钱好了 周炳对此很不满 让母亲教我规矩 以便将来找个好婆家 但是他的合作伙伴 纷纷找上门来 点名让我帮他们看风水 周炳的眼睛再一次亮了 随后大方地给了我一张卡 让我随便花 当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即便他看不上 也必须得来讨好 我不屑一顾 但是收卡收得很快 转头就给了师傅 周锦琛想要跟我道歉 我接受了 不过大家就当是亲戚处 我也没打算上演什么兄妹情 母亲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抹心酸来 我知道他又想跟我说什么 但是我不想听 毕竟他在周舒逸身上 耗费的心血是真的 他割舍不下 我也不强求 从周家回来之后 我直接去了道观 一段时间没回来 险些亮瞎我的眼 师傅拍拍我的肩膀 怎么样 堂堂 这可是按照你的意思装修的 咱们不差钱 富力堂皇啊 师傅 真有你的 我冲着师傅竖起大拇指 他老人家的白胡子翘起 拉着我的手 让我尝尝他的新菜式 师兄们避之不及 我笑了 这才是我的家